北京时间9月29日凌晨2点30分,德甲第六轮一场焦点大战,未免冠军拜仁客场挑战柏林贺塔,上半场比赛,拜仁在11分钟内,遭到对方两连记忆0比2落后,下半场比赛, 尽管主帅柯瓦奇频频叫兵险将,仍然无力挽回败局,最终以0比2落败于对手,迟到本赛季首场败季,对于德甲剧无霸败然而言,这样一场势力堪冲奇耻大俗,因为这是他们自07年,至今第一次输给对手,而且还是遭遇对手凌风,由于遭遇一周双赛, 拜仁主帅柯瓦奇对手发阵容进行微调,小将三切斯,迪阿哥和巨类进入主力阵容,他们顶替的分别是穆勒、哈维玛丁内斯和胡梅尔斯,而其他位置上,拜仁依然主力进出, 诺依尔出任门将,金密西、伯埃腾和阿拉伯领先防线,四名中前卫位置,卢本、李贝里、J罗和桑切斯一字排开,中锋位置则依然是来万,没想到,就是这样一套近护全主力的拜仁,在客场居然遭到一场完百,上半场第23分钟,伯埃腾送点,一笔舍为奇,一蹴而就,第44分钟, 拉加罗又路底线到三角回船,杜达抢前点推着破马,将比分改写为2比0,可以说,大然在上半场的防守形同时是,这又跟主力扣腰卡维玛丁内斯却真有很大的关系,而在下半场,尽管科瓦七连续换上穆勒、哥纳布里和瓦格纳,依然无法敲开对手大马,最终遭到对手凌风,一0比2告负, 德加居然在经过90分钟的熬战后轰然倒塌,他们赛季至今连续8场不败记录也遭到终结,赛后OPTA数据显示,拜仁似乎不应该成为本场比赛的失利一方,90分钟内,拜仁狂射24角,其中有4次重目标,而对方全场只有5角射门却打进2球,不得不说对方射门效率提高, 而在传球次数上,拜仁617次是对手的两倍还多,另外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据则是,双方的角球机会比试拜仁14比1,但是拜仁却将这么多次角球机会全部浪费,无疑转化成进球。 对于拜仁而言,赫场输球似乎不应该如此大惊小怪,但是考虑到对面的对手是柏林赫塔就完全不一样了,因为在过去的11年,柏林赫塔是拜仁最喜欢的对手,堪称宋芬同辞。 今晚的势力,也是他们从07年至今,第一次在联赛中输给对手,而且是耻辱性的第一次没有取得进球,这无疑让人觉得难堪。 而对于获胜立方的赫塔来说,今夜无疑是奇迹般,梦幻般的一夜,因为这场比赛是他们历史上对拜仁取得的第十次胜利。 此前从07年至今对拜仁的14场不胜纪录也得以终结,而对于赫塔主帅当败而言,这更是历史新的突破,因为这是他历史上帅对面对拜仁取得的第一场胜利。 在此前,他率领的球队面对拜仁三平四腹,未尝一圣,对今晚的势力,拜仁是该好好总结一下了。